这个就是交好运一种新型的花卉肥料 如果你家里养花养不好 叶片长不好 开花开不好 经常黄叶经常生病 那么用上它就可以让你家里的花越养越好 它主要的成分是植物所需的氮磷钾和各种微量元素 在植物整个生长时期和生殖时期都能够促进植物健康的生长 让叶片更加的翠绿油亮有光泽 更加的厚实不容易黄叶 让不开花的植物达到花大花繁的目的 而且它使用起来还特别的简单 我们把肥料上方的盖子打开 里面可以倒出这样红色的小药片 上方写着好运两个字 这个小药片就是养花的肥料了 它用起来真的再简单不过了 就算是养花的新手也可以学会 像这样的小药片 我们每个花盆放上一个就可以 像这样放在土壤上 这样我们每次给绿植浇水的时候 药片里的肥料都会逐步的稀释在土壤当中 被花卉吸收 促进花卉快速的生长 一个药片一个月盆栽里面放一片就可以了 整个月都可以持续的为花卉提供营养 到第二个月再画影片新的就行了